大家好,我是宣運氣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銀行莫財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港股表現一般 早段是威勢 高開後見過27,000點 但沒辦法站穩 慢慢升幅收窄 繼而倒跌 最後全日跌超過104點 26,786點 成交788億 跟近日的水平差不多 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 今年的市場之所以不能保住聲勢 因為重妄固 包括騰訊 騰訊之前上禮拜都弱弱 今日繼續比大市表現差 今天跌成1.6% 5元雞沒有了 加上匯豐亦約1.3% 跌8毫 100天市也收手 走勢一般的 拖了市 走下去了 講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單體外圍形勢不是太差 其實也算不錯 特別是在美國方面 看看美股和未債的情況 美股看到是標普500指數 突破了前浪頂 其實是歷史新高 去到30,393,000點都穿賣 走勢真是不錯 與此同時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已經突破了一條下降軌 國債知識上升 顯示市場風險位納 好像好一點 通常都是 如果市場風險位納 或者不太喜歡風險的時候 會傾向買入債券 特別是美國國債十年期 會推低債息 現在電話轉後 國債知識的調頭升 到1.83之上 穿下降軌 形成升勢 顯示市場風險位納 豪犯很多 只對風險資產的興趣 理論上是增強 所以外圍 特別是美國股和美債都不錯 為何會這樣 其實與美國方面的消息 是偏好有關 一方面 上星期節目提過 美國的股票 還有近排出的業績 普遍比市場預期為首階 雖然大家預期第三季 美股仍然會盈利倒退 但倒退幅度比大家預期為少 比較新鮮出業績 例如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出來的業績 大家覺得對版不錯 美股方面 盈利比大家預期為好 另一方面 特朗普又出來說 又出來唱好 一方面的消息傳出 美國白宮方面 考慮暫免340億美元 中國進口美國貨品的關稅 令大家對中美貿易談判 好像更加向正面方面發展 加上特朗普自己跳出來 延伸說法 說談得不錯 還估計有可能會提前簽 本來想著下個月中 在智利時 中美兩位領袖簽協議 現在智利就黎黎亂 不知道會否開不開 都不知道 總之現在談談 可能不在會議談 提前談 提前簽 加上特朗普傳出來 令大家對中美貿談判的形勢 更加樂觀一點 加上聯儲局 今晚一連兩日會召開議式會議 即FOMC 現在普遍預期都是減低的 因為根據利率期貨的價格顯示 減低的可能性超過九成 鮑威爾是順德人 很順德人的人 市場人士 市場人士普遍都覺得要減低 大有可能是減息 三個利率的因素結合 推到美國的股票 以及債券的形勢 都是不錯的 對整個環球氣氛 理論上是不錯的 只不過港股方面 兩方面情況出現 第一 重磅股就麻煩的 包括甚麼 就是騰訊 上個禮拜有些疲態的原因 就是傳出 中國方面可能會有些政策 限制年輕人玩手遊的時間 政策風險再次出現 手遊業務 畢竟騰訊有其重要的盈利增長來源 如果真的 這方面業務受到政策風險的影響 很多人都擔心騰訊的盈利 都會受到牽扯有些下降 所以騰訊的股價 上星期開始弱了 現在維持弱勢 今天跌5元 再次跌穿上升軌 而且陰陽足圖上星期五 對不起 星期一是陽足 今天整支陰足 有些出現烏雲蓋頂走勢是弱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怎樣提及的事 就是銀行莫財 銀行莫財 莫財是俗語 沒有稅 當然銀行沒有稅不是沒有存款的意思 而是市場沒有資金去買 銀行股 大家普遍看得比較差 所以銀行莫財 拖累恆生指數回軟其中的原因 剛才提及了 匯豐已經跌穿100天線 走勢是一般的 繼昨天一支大的陰足以外 今天再來一支 幸好今天不是大陰足 叫十字星 十字星可好可淡 代變信號 視乎明天 總而言 延續昨天跌勢 都不多英俊 加上他的兒子恆生 都有些弱雞表現 看到已經跌穿短期上升軌 明顯跌穿 收在旗下 又再次展開下跌浪的可能性 是大 為何是這麼淒涼 和昨天匯豐業績其中有關 匯豐業績比預期稍稍稍稍稍稍 市場人士擔心 會不會匯豐業績順預期 不能夠維持到派高息的狀況 這令到銀行股特別匯豐受壓 與此同時匯豐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受到大行 一堆大行出來就暢淡 與此同時大行不止暢慧豐 一眾的銀行股都暢淡了 摩通說未來兩年銀行股的盈利非常涼過水 幾個原因 香港示威活動持續 以至經濟惡化 加上漏價又可能下調 又可能威脅到香港銀行作為儲蓄被封港的地位 芝士吸收市民儲蓄的能力因而下降 所以普遍調低香港銀行的盈利預測 以致評級 例如他估計明年2020年 可能香港銀行業的盈利下跌2乘4至4乘5 釋得 resolutions 2021天更淒涼 估計跌到3乘9至6乘7 即是大件事 此生分之三份二的盈利 bald 沒有了 所以對本地銀行股 就非常負面 這些消息恆生跌0%也好多 東亞就跌得更入 Ability 因為東亞其中一個ux 大行覺得比較受影響 所以銀行股貿財拖累下 恆生指數回軟 加上恆生指數以至國企指數 本身自己技術走勢一般 首先看國企指數 受制短期下降軌 顯示下降軌有阻力 恆生指數更加差一點 因為之前多次上市100天線都不能上破 今天再次上市100天線以至27,000心理關口都不能突破 顯示27,000至100天線的阻力比較大 情況之下恆生指數有可能在這些位置 明天會否大幅下跌 未必會因為結算日未完結 結算完之後 股價向下的可能性 都是比較暢上突破的可能性大 時間關係分析就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